早在之前邓昌在微博上发了一篇六个字微博 跑男最新名单 招来无数的口诛笔法 网友指责他曾热度 可是这一次跑男第六季的名单已经传出 做了大调整 但是网友看了这份调整的名单 表示嫌稀碎 要达了对这个节目的彻底失望 到底做了怎样的调整 第六季这份名单流出 之前的八位要离开两位 可是之前预料的人数相差不大 但是走的人却和预想的有些出处 正凯退出是一秒之内的事 毕竟他的存在感一季不如一季 一个样子果断被节目组抛弃 剩下的这个人竟然是陆寒 本以为两个女MC里退出一个 没想到陆寒退出了 可能是陆寒已经厌倦了这种炒作的方式了吧 随着他的退出 陆地夫妇也就宣告解题 不知道下一季节目组要怎么吵了 陆寒退出势必会影响很大一部分收视率 有人退出就会有人加入 这三个人分别是王源 吴磊和黄子涛 节目组这是我年轻化发展 难道要组成大人队和小孩队吗 所以调整后成员就变成 邓超 陈鹤 底力热发 安州拉卑鄙 李晨 王祖兰 王源 吴磊 黄子涛 新加入的三个人 没有一个身上有综艺感 这是排综艺节目 孤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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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头戴 那个胶布 太烫 哎 我这个头戴 我这个头戴 我是 我这个头戴 �� bey 起来 我说 给 我看得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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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